大家加油 你重点啊 你这个跨 好 一点点 慢慢爬 走会到的 只有一条路 走就会到了 加油 每天越过好几个山口了 差不多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最后的挑战 这边大概一千五百多 那边一千七百出 我们再爬两百公尺 就直接爬到顶了 还要爬两百多公尺就对了 我这一次不能再骗我们波龙族的朋友 我们就忍耐一下 我们要越过这个大石区 上去就比较好走 就一样 慢慢一直爬 一直爬到那个山脚点 前面这段是行走在寿人上面 所以这一段还算平坦好走 这一段受人还算好走 那又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要往上拉了 这一段就会比较累一点 要上两百多公尺到 一千七百九十六公尺 一千七百九十六公尺 所以还要拉一段距离 呼呼呼 也四点了 好 摸开了 你再爬上去 讲了好多次快到了 竟然还有两百多公尺垂直高度 就像阿清村长说的 这又是一个超大size的快到了 其实阿清村长一行人 也不是没见过大风大浪 但是东卯连走乌我尾 这种一千多公尺的中极山 竟然怎么都走不到山头 还真是意外的辛苦啊 想起出发前有人得知 阿清等人要爬谷关七熊 还有点为他们委屈 觉得大才小用 杀鸡动了牛刀 走完德福兰步道 开始走泰雅族的另一条路 才知道中极山不能小看 竟然像爬山新手一样 得要旁人一直说 快到了快到了来安抚 在东卯山头起飞 为我们预先探勘 上乌我尾山的路径 还真是青山连连起伏 一眼望不完 这一次的快到了 显然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鼓励 回头面对布农族乡亲父老 要怎么解释爬个谷关七熊 竟然爬到气喘吁吁 还要人不断安抚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都是杜鹃 台湾杜鹃 现在这个路况稍微小心一点 后面又是走林线的侧面 对 很好走 这一段比较危险 这有点封闭 在这边的路况 再走 上乌我尾山 那么窄 这 这 这是什么 小心 小心 你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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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麦上密密麻麻生长的台湾杜鹃 对我们的布农向导来说 这种长成大树一样的杜鹃 正是千千万万让它们并发低山症的病因之一 它们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棱线山坡上 不为抢风推袭 也不需肥厚土壤 和东毛乌我尾一线地形仿佛的渊嘴烧来一线 同样是台湾杜鹃逆生之处 如果晚几个月来遇上花季 走起来应该令我一番感受 天色渐暗 我们钻入鸾大山造林地 希望真的快到了 不然得摸黑上乌我尾山了 大楼 加油 大楼 上去就是山顶了 乌我尾 乌我尾到了 最后一小段原地 大楼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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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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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到了 真的到了 你看 按个赞啊 按按按按 赞啊 哎呀 终于 你很辛苦上来 叮咚 来来来 这个这个 来按个赞 摸一下摸一下 好 叮咚 好了 开车 尊重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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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个小时 好 辛苦辛苦了 太厉害了 终于在天黑之前 登上乌鵝尾山了 乌鵝尾 那一定要问一下 这个乌鵝尾是什么意思 那个乌鵝尾其实 以前我们 孙文溪那边的祖先 他在乌鵝尾底下 有一位猎漆 早期的时候 所以他在那边种很多那个 因为要有一些蔬菜吃 就种那个佛索瓜 佛索瓜 我们日本话叫 曼尼鵝尾 曼尼鵝尾 所以曼尼鵝尾 曼尼鵝尾就用这个名词 就我们要取这个山 叫什么山 曼尼鵝尾 呜尾尾 是这样子取出来的 曼尼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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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原住民的太阳族的母语说 你知道了吗 马公叔 那他们又不一样 所以多种族群的文化又很丰富 有时候要比手画脚 不要买买 OK 好 那我们终于完成 我们谷官七雄 其中的第四只雄 第四只雄 第四只雄 对 第四只雄 我以为是 高度是排名第三 第三 那我们就还有三只雄要去拔 还有三只雄 我相信所有的雄拍完以后 真的那个雄妈妈会欢迎我们 大概都两只小的 爬完以后我们就变英雄 太牙族叫 勇士叫拿鲁 拿鲁就是雄 所以太牙族称勇士叫雄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到这里来 还是尊重一点点就好了 有 其实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很尊重 因为你每次都说一个小时 对 结果我们还要半天 真的 知道 一群人尊重了 是 是 辛苦你们 辛苦三位了 要不要倒 还有我们这个团队 真的太辛苦了 好像有雨过来了 对 好 不是雾 是雾 那我们待会就呼个口号 好 我们就要不是下山 我们还要再往上到大雪山林道 因为我们是从中横公路那边上来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爬到大雪山林道 就不要再下坡了 这样才是南路嘛 对对对 不能从大雪山林道下来 太轻松了 少了一点味道 是是是 好 周悦啊 是啊 周悦 好 试看看 好 来这一次 看谁的那个国语 谁不标准 我念这个 我念这个 我看谁慢一点 我先一言啦 先一言你 好 一二三 MIT 台湾至 我尾尾山 成功 周悦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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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熊是什么南路啊 熊 瓦路 大家都是瓦路 那我们就向南路呼喊哦 一二三 MIT 台湾至 乌我尾山 成功 回家 周悦 南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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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路 李事长解释 乌我尾山的由来 大家迷迷糊糊 明明佛首瓜的日语发音 和乌我尾中间还插着老大一段 这只怕又是泰雅族的另一条路了 话说回来 乌我尾 澳口的程度 和卢力拉洛 马路巴拉让 一息请马制这些山有的比 难怪得先遇袭才能喊 摸完三角点天色已暗 肯定得摸黑下山 猎人突然感慨 当年受训常背重装跑这一带的山 多年后重返古关 竟然得重装夜行 辛苦程度可比当年了 好 到喽 好 到喽 好 到喽 回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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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油啊 加油 点点 来坐 点点 对 还有一个小时 成一身 小心头 好 回家喽 好 回家喽 我们的东卯乌尾尾纹走 终点在大雪山临到 地势比乌尾尾还高 离开封顶得先下行 再上滩到临到 虽然又是个先下后上的节奏 但已经比从东卯到乌尾尾那段好走很多 轻松行的山友 从大雪山临到登乌尾尾 缓步迈行一个多小时就登顶 下次应该来试试这一条 哎呀 终于到了 美哥 来 好 阿雪山山临游乐区 哎呀 终于到达 大家辛苦了 送一口气了 好 看到帮路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辛苦了 这个用走得也很舒服了 有 有吧 有 好 那我们就等车子来 我们再走过去等车子来 就可以去吃饭了 好 好 我要泡温泉 好 到谷关去泡温泉了 阿姆 阿姆 好 喝一点热量的东西好了 好 好 大雪山临到到了 好 好 哈啰 哈啰 好 好 王子 大雪山王子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这个 走了两天 遇到这个朋友来接送 就觉得很温馨 对 从这里走上来很辛苦 对啊 从这里 我听听说从东毛走到乌尔尾 我们以前旧难都是走那里 你一个人开吗 我两个人 你没有人 有啊 想说如果你一个人我陪你 你两个人也可以 可以啊 OK 等一下去我们那边 我给你帮 OK 有力量了 王子 他就是大雪山那个 阿玛山庄的餐间 都是他的负责 对 对 找他就好了 等一下 没起来 你车上有些那个 面包跟饼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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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开上大雪山林道 驾驶不时转换远近灯光 据说前阵子在中横发现了母熊带小熊三只黑熊组最近在这一带出没 说不定也是东卯乌我尾纹走来的 驾驶特别小心 希望遇见黑熊不是撞到黑熊 老朋友王子邀请我们去他在大雪山社区的家 他和几位原住民朋友一见如故热情款待 这个晚上大家吃饭喝汤就饱了 泡汤的事谁都没再提起